早上的9點11分 新北市市長朱立仁朱市長 在新北兒童好健康的比賽 這是12月歲以上兒童合作 牙科醫院醫療免收掛號費的 這個比賽現在我們來看看 朱立仁朱市長在講什麼 大家早安 大家好 好 這個牙齒要顧好 眼睛要保護好 我們從小到大 大家可能不知道 對所有的小朋友來講 最健康的兩大關鍵 一個是眼睛 一個是牙齒 那現在3C產品盛行 剛剛已經在看到有些小朋友 還有人在滑手機的 真的是眼睛要 大家眼睛要照顧好 要保護好 那我們有很多的護眼方案 那一樣的 對所有小朋友來講的話 牙齒更是重要 它是每一天我們健康的 非常重要的基礎 可是我們從小呢 很多有一個錯誤的觀念 認為說很多我們的乳牙 蛀牙沒關係 等以後再來捧食 再來保護好就好 其實不是這樣 一定要有正確的觀念 從小養成正確的結牙觀念 而我們新北市呢 對於所有小朋友在兒童月 我們的禮物不是 只是發給小朋友禮物 我們很重要的禮物就是要 希望小朋友能夠健康 所以我們的結牙 正確的結牙 正確的護眼 就是希望我們所有的小朋友 都能夠養成正確的觀念 能夠透過專業的醫師 對我們的協助 來幫助我們小朋友 那我非常感謝我們新北市的 所有的公會 包括醫師公會 包括我們的牙醫師公會 那今天我們的理事長在這邊 我們牙醫師 在新北市有179位牙醫師 加入我們這個妝愛 這個妝愛非常重要 就是讓小朋友能夠有機會 大家都能夠接受檢查 到底我們目前牙齒健康的狀況是怎麼樣 蛀牙的情況是怎麼樣 我們有很多免費的妝愛 而且我們有結合民間的愛心人士 我們有護眼磚車 還有我們的這個牙醫的巡迴醫療車 等於是到我們的偏鄉 都有這樣的運動 那我們今天透過今天的結牙比賽 也可以讓我們的孩子們 建立正確的觀念 所以我今天特別來一方面 是呼籲我們所有新北市的小朋友們 大家一定要重視牙齒的健康 重視眼睛 保護它 那我們特別今天結牙比賽 也希望每一位小朋友能夠加油 同時要謝謝我們所有今天參與的 以及今天沒有到現場來的 所有牙醫師公會的所有的成員 謝謝大家 大家辛苦了 謝謝 謝謝 謝謝市長 市長一直都非常關心小朋友的健康 相信在市長的支持之下 我們新北市小朋友的來自 新北市市長 朱立仁朱市長 在新北兒童好健康 市長 市長 正在比賽的支持 amazed Area 師長 Waar 群